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節目現場 要整治軍紀有什麼好方法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現在軍紀改革 打算用連做法 請出連做法 而且這樣沉著的方式 要復必嗎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最近包括後勤的人力 還有軍紀的整備 都變成大家討論度 非常高的一個話題 國防部就說了 軍紀是軍隊的命脈 軍域的維護 一直都是國人的關注焦點 再加上現在推動的是募兵制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把募兵制的所有的人力 達到一個非常精良 而且軍紀嚴謹的情況 很重要的是他們希望 可以達到志願役人力 90%的計畫目標 而且要符合所謂的 量室 執金 還有戰力場的軍軍要求 所以說整治軍紀紀律 實在都是有必要 但是你要整治軍紀 有非常多的方法 但請出連做法 真的有用嗎 其實連做法的話 就很像是小時候 老師跟小朋友講說 如果你怎樣怎樣怎樣 旁邊同學一起做法 比如說旁邊同學 如果在上課 在睡覺 在玩的話 旁邊同學你要負責幹嘛 叫他你起床 老師在上課了 不能睡覺 如果說你沒有把 旁邊同學叫起來的話 你也要一起被罰站 所以這種連做法方式 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要做 寄出這個連做法 最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過去好幾次 有發生很多軍紀敗壞的事情 像是有什麼呢 軍官一起跑去幹嘛 小吃布 最後拍一些布牙影片 然後還流傳出來 另外還有什麼 現役軍人 一些社會案件 喝酒鬧事等等都有 所以說現在就寄出了 這個軍紀法 希望能用的連做法的關係 能夠好好的控管一下軍紀 但是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們看到說 國軍的軍風紀律改革的 專案實行計畫 就說要求各人事單位 還有各階層的主管 業務主管 以及事官督導長 任職期間 如果你的任職單位 發生了一些軍風的 一個敗壞的數量 都要納入你的後續的派職 晉升 還有派訓的餐具 另外的話 像是案發單位 各級的幹部 也將面臨究責 等於說我下面的小兵 如果去小吃店 鬧事的話 喝酒 打架鬧事 拍不養影片 結果被外界知道之後 現在連我們這種 中上級的階層的官員 也要一起來受罰 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跟婉玲 一起當兵好了 然後你要去小吃店 那當然 其實連做法最深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我來歸去 你說拜託阮玲 你不要去小吃店 這樣子我們一起都會被連做 這是正面的意義 但反面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還是去了 然後結果我沒有犯錯 反而我被受罰 那難道其實這樣子 不是一個負面的效應嗎 所以現在很多的基層 其實也都對這件事情 有非常多反 他們說這已經違反了 所謂的杜絕連做法的原則 而且你這完全會增加 部隊官員的負擔 因為有時候 就算你真的想規勸別人 別人就是不聽 然後最後受罰的 還是我的同袍 甚至他的長官 其實恐怕都會造成一些 負面的影響 其實到底有沒有效 其實這種連做法的方法 其實很多基層有出現不同的聲音 認為說如果因為我的部隊裡面 有其中一個害群之馬 他去犯了罪犯了錯 其實我根本我想去勸他 勸不了 結果最後因為他影響到我的烤雞 影響到我之後的近身 那其他人不是也蠻慘蠻倒楣的嗎 所以說這個連做法 到底能不能夠去完整適用 能不能夠救好整個軍紀呢 所以如果要整頓軍紀的話 用這個方法到底適不適用 其實我們可以回顧更早之前 其實以前是有所謂的軍事法庭 那這個軍事法庭的時候 因為軍人他的手受的一些法則 其實都比一般民眾都還要大 但是後來就認為說 這個軍事法庭太過黑暗 好像有個國防不一樣 所以就把這個軍事法庭給廢掉了 廢掉之後結果導致說 這個軍紀敗壞的事情 是接二連三的爆發了 對 是不是其實少了 這個所謂的京劇法庭 同時也讓這個一般的軍人 其實在整個形勢作風上更加大膽 甚至其實有一些連累同化的狀況 其實這都可以來討論 但是光是這樣子連坐城主 真的有辦法有助於提升軍紀嗎 其實民進黨在執政之前就發表說 這國防政策的藍皮書第六號報告 叫做新世代的巨人 他們裡面 軍人 裡面是怎麼說 他說主張全面檢討國防法的規章 廢除非戰時的連坐法 懲罰制度 主要是因為軍中其實太多虛假的一個相關的內容 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連坐法的罰制 往往變成上級你明明就知道下級有犯錯了 但是避免擔心說這個下面的小兵 會連累到上面的大官 所以導致這種一層包庇一層的狀況 其實就在這種連坐法的印下 很有可能會出現 我們知道說馮世寬之前擔任國防部長的時候 曾經有講過 他說主張建軍備戰是攸關國防安全的 所以絕對不容許任何的插持 所以為了讓幹部勇於承擔責任 所以嚴引的取消連帶的處分 使得國軍幹部分層責任 各司其職 專職的投入職訊的本務工作 所以說其實連馮世寬當時也是反對說 連坐法絕不應該下面小兵犯錯 結果上面的小長官也要跟著一起受罰 或者是馮世寬 包括說很多的藍綠立委 都是反對連坐法腹地的 像是民進黨立委陳婷飛就說 連坐到什麼樣的程度 恐怕會有人無辜被拖連 而且還會影響到整個士氣 另外的話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就說 如果官兵販毒 酒駕等行為 自然不適合留在軍中 但如果你要 但若要對每項個案的長官 都要進行所謂的連坐處分 不但不符合犯罪的法定的原則 而且比較受矚目的是 個案還會被無限上綱 你要到上綱到什麼程度 你要上綱到連長嗎 上綱到將軍嗎 還是上到整個連 整個連隊的人都在一起呢 另外的話 現在台灣資訊透明 而且立法院隨時都在質詢 每一個被關注的個案 皆有可能會被無限上綱 而且會連坐到誰 國防部長 所以到時候你當心底 國防部長如果連坐法真的啟動的話 你可能也是下一個被連坐的對象了 對 就是非常擔心說 這種一層一層往上推 最後演變成一個 怎麼究責就是究責不完的狀態 還有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呂玉玲就說了 他們呼籲國防部 人事管理的觀念 也要跟著時代來進步 不是叫做什麼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甚至真正敗壞軍紀的人 都是極少部分的漢群之麻 團隊放棄他 他自己也放棄了自己 隨波逐流等退伍 像是這種連坐法早就失去 當初最初的精神了 對 連坐法失去了最初的精神 但是國防部怎麼回應呢 國防部就說了 這次改革做法 主要是勉勵各級幹部 做好支官士兵 照顧官兵 而且關懷部署 發掘問題 適時的協處 解決制案 如果幹部沒有進到 防處的工作的話 將開始檢討督 督管部州的責任 所以是符合分層的責任 以及一級督導一級的原則 不是連坐懲罰 但是這就很厲害了 因為像是一般的如果官兵 我要主動去發掘問題 然後主動還要適時的懲處 我要主動去關心你 像是說如果志宇現在休假 我說他上面的長官 我會說你等一下要幹嘛 休假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去什麼不應該去的地方嗎 當然不會囉 對 成就一直不停地問 說你確定嗎 那我是不是還要不停地打電話去問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會覺得一個小小的士官長 他會很累嗎 沒事的時候就還要打電話去關心一下 我下面部署 他到底有沒有如實地回家 有沒有休假的時候 跑去不該去的地方 以及做不該做的事情 對 而且其實相信這樣子 忠誠長官就會壓力非常大 因為你不亂呢 要一旦子再關心這些士官兵們 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下面欺瞞上面 導致其實這樣子連坐的狀況 就在自己身上發生了 再來我們要連線 連線給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 張靖 張老師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人大家好 好 張老師我想要請教 因為現在我們再來討論這個 連坐法復辟 真的有辦法就是有效嗎 還是會最後演變成一個 官兵相互的情況 我首先要為各位介紹一下 就算這是屬於紀律懲處的部分 就算軍法系統 其實中華民國在1999年 根據大法官釋憲第436號之中 已經在軍法的審判體系 做出重大的改革 在那個之前軍事的長官 具有否決軍事判決 甚至還有副議 以及組成軍事法權的 這法庭的成員的各種權益 但是當時由於國家 逐漸走向民主 以及法治的概念 所以做了根據大法官 這個是最新的概念 也就是強調軍人的人權也需要保障 而且軍人就是穿了制服的國家公民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的所有接受公開審判 以及整個程序正義 必須予以為辭 所以那次做了一個徹底 徹底的改變 所以連軍法系統都是這樣 現在在紀律懲處 當然我相信國家經過紅仲舊案 受了很大的衝擊 那次也改了軍事審判法 把軍事審判法移到目前的司法系統 由暫時再回來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 真正對於人權的保障 是根據在1999年 依據大法官解釋令第436號 所做的重大司法改革 所以嚴格上來講 連軍法體系對於軍人的人權的保障 都已經是這麼的完整 如今對於軍隊的紀律 卻拿出了這連作法來講 簡直是大開時代的倒車 而且簡直是不可思議 我是認為這個現在是不是已經荒唐到 要去拍張大帥 乾脆脫出去給我扁了 難道是要這個樣子嗎 我們今天在2013年的時候 還特別立法院有修正過有關軍人 這個軍事懲罰法的減速 這個各相關規定 時代的巨人是在往前走 這個連作法基本上來講 在程序生意上就備受質疑 我認為無論是國防部的軍法體系的長官 或者相關的長官 以及立法院的各位的委員們 都應該回頭再去好好做下功課 我強烈的建議去看中國時報 今年8月8號的社論 那上面就詳細的 詳細的解釋我們軍隊紀律的問題 因為今月紀律假如不髒 就會再導演出這個熊山飛彈物色的事件 所以今天不是說我們隨便辦幾個人 辦幾個人聽起來很爽 但是我們難道真要回去 那個這個大軍閥的時代 動不動就把人拖出去給扁了嗎 張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用連作處罰的話 真的能夠改正所謂的軍紀的問題嗎 我相信已經剛才回答的相當詳細 我特別要引注先總統講功 講軍紀的來由是什麼 軍紀的根源有三項要素 第一項的要素就是人格的影響 所以長官們必須自己本身以身作則 第二就是勤奮的交感 你必須愛那個士兵 然後你才能夠嚴格的去要求他 最後就是必須公正的這個賞罰 叫做一致的行動 我認為我們的軍人也是人 我們社會上有什麼樣的成員 有什麼樣的青年 我們就有什麼樣的軍隊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要在這呼籲整個社會的支持 我們也認為就不負責任 讓只有社會上貧窮 而且弱勢的族群跑來當職業軍人 而不是全體都恢復這個兵役制度 我認為這對社會的公平性是有所真是不公平 特別是最近這個綠營的政壇新秀 吳一農先生提出來這個非常荒誕的 國土什麼防衛部隊 我認為這些對於社會的公平性 都是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 所以戴小姐所講的說 軍紀維持的要素是什麼 軍隊是人所構成的 假如沒有長官個人人格的感召 以及關心士兵勤奮的交感 以及維持公平正義的一致的行動 那些什麼法條 那都是最後的手段 我們畢竟要讓人家願意 樂意服從命令 這個軍隊才是真正有戰力的軍隊 好 我們非常謝謝張老師 不好意思 我們在你上課的時間 打擾你 不好意思 同學 同學們也接受到了這個機會教育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老師 也謝謝同學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 就是其實現在有個新的說法出來 就是如果國軍的留憂泰列 如果你只要考級是秉上的話 你以下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要在加速 這個泰換的行列 而且在七天之內 就可以來完成作業 但是現在會衍生出 如果你今天 只要你看人家不爽的話 你就把它打秉翻 這七天之後 你就看不到他了 難道這不會淪為 所謂的鬥爭工具嗎 其實如果說 只要打他成績位 達到秉上以上 就是可能我不喜歡你 我就把你打到秉下 打到秉下之後 很快的話 我也沒有申訴管道 立刻就可以把這個人 給處決掉 可以就被太除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到底這個 打這個成績的制度 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整個這樣看起來 可以知道說 國軍現在因為要嚴改 他的那個軍紀的問題 所以說他有連做處罰 然後再來就還有什麼 烤雞東西 未打餅上一下 你就要被太除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就是希望能夠改善軍紀 但是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軍紀就是上梁不正 就下梁就歪了 所以說其實要以身作則 所以還是從最源頭的做起 如果這個圍官很正直的話 或圍官都軍很嚴謹的話 我相信下面的小官 可能也比較會比較嚴謹 比較會擔心也會害怕吧 所以希望能夠用這種方法 能夠來去讓軍紀提升 當然剛剛老師也提到說 說軍事法庭 剛剛有想說 軍事法庭這個 以前的軍事法 已經延到一般的 民法刑法之中了嘛 所以說這其實是幫 國軍的人權往上提升 但是連做處罰 包括說這個 餅上這個成績單 是不是就把國軍的人權 又再往後倒退了一大步了 對 所以回到最初的原點 其實還是帶人就要帶心 而不是用這個連做法 甚至用烤雞來威脅基層官兵 恐怕這樣子也沒有辦法達到 整治軍紀的功效了